7月9日, 参加了明慧《原谅香港》的感恩崇拜 本来已经坐好在手朗位 但想想, 还是选个低调的旁边位好些 等特别嘉宾坐下之后, 才发觉 这个缩一角的位置 竟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一句一句 而坐在我正对面那位男士 虽然穿着西装 不过就有武林人士的气场 很可能就是特别嘉宾的保镖 他似乎都在看着我 很锐利的眼神 另类的眼神拍得住韩国总统的保镖 崇拜的音乐部分可谓别出心才 除了中西乐并用之外 更加有男子组合 献唱了《狮子山下》这首歌 当唱到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的时候 突然很感触 摸一摸特别嘉宾 他的嘴唇都微微地移动 难道他都一起在唱 从事公职多年 更加是香港第一位女特首 加上竞选时的口号是同行 《狮子山下》这首歌 应该就是他的心声了 不是 不单只是他的心声 还是很多香港人的心声 更加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心声 除了献唱 都有见证分享 由三位代表不同年龄阶层的女士 和大家分享 香港如何改变她们的人生 让她们学会爱 学会和人分享 年纪最大那位女士 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很多人饿死街头 她们因为不想练女家人 知道自己快不行 就带着棉皮走到街上 然后将自己卷起 默默离开 想不到现今这么繁华的香港 都曾经有个这么凄酸的历史 听到我眼淋淋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特别看到 如何向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活出主耶稣的教导 一直看着牧师讲道的我 不觉意看着看着特别嘉宾 看到他听到的时候 专注谦卑的神情 印象很深刻 最后又不同代表 燃点象征 信、忘、爱和香港的蠟燭 特别想讲讲 象征爱的蠟燭 由三对夫妇一起燃点 其中一对夫妇 结婚已经69年了 在信、忘、爱 三支蠟燭都点着了之后 林郑月岸女士 而点第四支蠟燭 蠟燭上面 印有象征香港的 《阳子经图案》 《阳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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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子经》